肥美小龍家不滿有花的肉片 還有各式火鍋料放在架上 想吃什麼 自己選裝到提籃 這是近兩年最夯的超市型火鍋店 現買現煮消費模式很新鮮 沒想到 16號晚間知名超市火鍋店 自家員工在臉書哭訴 對 我們公司真的倒了 三個品牌都倒了 老闆不知道去哪 全部員工都不知情 所有消息都是臨時通知 廠商找不到人 討不到錢 直接來公司取回食材 年終三月份 四月份薪水 都沒給 快活不下去 無預警倒閉 很難熬啊 在面臨一些例如生計 繳款的方面 就會有一些壓力 兩個月沒發薪水 公司高層至今電話沒接 只留下一封訊息 新冠肺炎影響公司不堪長期虧損 已經燒盡最後的資金 決定晚上暫停營業 背負滿身債務人無力回天 把我僅剩的現金 拿去還給融資公司救命 感謝所有同仁的救命之恩 萬分抱歉疑似周轉不靈 但倒閉消息一傳開 立刻有廠商來總公司討錢 這名超市火鍋業者 總公司拉下鐵門 營業的門市也沒開門 會突然倒閉 員工一點也不意外 早在2月5號內部公告說 因為疫情影響停辦純久 改發800元 抵用券就透露倒閉端倪 這間超市火鍋始祖 母公司在高雄經營船隊 2018年創業 主打高自由度消費模式 提供高檔食材 波士頓龍蝦 A5和牛雪花 價錢還很清明 從三間轉店到十一間 也只花短短兩年 所以大概在年底的時候 就有出現離職潮 沒有人員是想要修無薪假 按照目前我們所掌握到 公司名下 大概有300多位員工 勞工局已經接到員工投訴 將成立條件委員會 但在疫情爆發前 知名超市火鍋 生意已經大不如前 員工爆發跳船潮 如果查證確定是惡性倒閉 將依法重罰 但最無辜的是員工 先過工作 沒拿到薪水 只換來老闆一句 感恩謝謝 記得繼續播放 網上SFM小組高雄熊島